而台中中华路夜市在9号晚间发生了摊伤纠纷 双方大打出手 现场相当的火爆 吓得客人是赶快落跑 而我们回到现场询问才知道 被打的和打人的竟然是熟职关系 一拳挥了过去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倒地 拿起椅子立刻反击 在场民众尖叫连忙制止 只见动手的红衣男子 火气依旧很大 被打的满脸是血 打人的人不断叫嚣 吓得原本在用餐的命中 快逃围观的也离得远远 碳上纠纷地点就发生在台中中华路夜市 疑似是因为摊位划分 抢客人大打出手 直到警方获报前来 才化解现场火爆 同时一家人又同在夜市摆摊做生意 却因为利益两个字 动粗也伤了和气 中间新闻六人陈广瑞台中报道